又是一場世紀婚禮 澳門賭王何鴻森的三房千金何超蓮 今天要結婚了 他的對象是中國男性鬥銷 兩個人熱戀四年 今天要在峇里島完成婚禮 豪雜兩億元出手非常驚人 就有賓客先開箱半手禮 這半手禮價格比紅包還要貴 2.5萬台幣 那這場婚禮中伯哥聽說請來120位的保全 可是妙的是 這三房的親人全部沒出席 據說他們很低調 就擔心之前賭王何鴻森 有被經過三次的暗殺 這當中的關聯很大嗎 你知道何超蓮他這個婚禮 讓人家物理看花 為什麼呢 現在中港澳娛樂頭版的頭條 都被他們這個婚禮給占據了 因為今天要舉行 但問題是 你說你貴為何鴻森的三姨太的錢金 你結個婚 你還花那麼多錢 然後結果你媽媽不去 你弟弟不去 你姐姐不去 很奇怪耶 你是不是家人不和啊 好 我們就來細說從頭 我們先來講 這次呢 她的這個千金何超蓮呢 她要跟中國大陸的一位男星 叫做豆瀟結婚 辦在哪呢 海島風 巴黎島 可是你不要以為他辦在印尼 怎麼樣 巴黎島 所以很簡陋嘛 不是啊 你看看那個牌場 光是結婚前要先辦一個Welcome Party 他們就讓所有的好朋友 住在畫面當中你看到的烏魯瓦圖六三酒店 六星級 蓋在懸崖邊 你每一個Villa 每一個Aparado 都可以看到學來旁邊的印度洋 好棒 我好想去 我看了我都好想去 當然他不會邀我 他只有邀好朋友 你看了這個畫面 你就知道 只是一個婚前的Welcome Party 我就要讓我的Dear Friends 能夠住這麼好的地方 好 那這個何超蓮和中國大陸男星鬥銷 到底花了多少錢來辦這個 紙線好朋友入場的婚禮呢 1.91 1.91 好 這是他男朋友 這是他 你看他梳了一個公主頭 在Welcome Party當中 穿了一個白色的婚紗 然後這個鬥銷 鬥銷滿輕便的 當然 要符合海洋風 所以就穿了一個淺色衫衫 然後一個米色的褲子 一個麻紗褲 我們來看一下 說的伴手禮 來 這個伴手是一個禮盒 一個Set 你每個人來都可以拿到這個禮盒 這個禮盒裡面包括什麼 包括HR的黑蒙袋乳霜 白蒙袋乳霜 白天黑夜都讓你乳霜 對 這個 我相信 這個 主持人會比我更了解 這個乳霜的 Level 你看 HR就放在那 右上角那是什麼 那是 Atelier Clenet的 這是什麼東西 周杰倫帶點的 周杰倫帶點的香水 還有巧克力 四千塊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給大家的起鐵 我稍微念一遍給大家聽 玲瓏骰子安紅豆 喜結蓮禮共白頭 還有名字在裡面 對 豆就是這個 豆硝 那個蓮就是何曹蓮 都有押韻 哈囉 我們要開啟新的人生篇章 很高興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們的喜悅 我們將共擔風雨 同目陽光成為彼此更好的人 感謝大家一路來的陪伴 與之池 Dowdow and Dada 這是他們的英文名字 兩萬五 這個花還要克制 這花 我們直接拉就丟了 還要克制 還有眼罩 還有旅行族讓你在這個Villa裡頭 能夠穿著這個拖鞋跟眼罩 但為什麼家人都不去咧 好 花2.5萬 總共花了1.9億 結果家人不去 你們是不是鬧內吼 記者就追問 超年啊 為什麼你們家人都不去 結果搞了半天沒有 他們合得很 之所以不讓他媽媽去 跟姐姐還有弟弟去 他說 因為 他就跟記者講 他說 因為如果 我今天讓我媽來 我姐來 我弟來 是不是太高調了呢 我們回到香港 會再補辦一個 真正家人的婚禮 請注意 我剛剛一直說 是好友的婚禮 對 只限好朋友 就已經1.9億 這還不高調啊 Dear friends limited 懂嗎 好 OK 記者聽完畢之後 就出現這個表情 三條線 腦子打結 你知道為什麼嗎 記者星期就2S 你覺得家人去太高調 你這樣還不夠高調 對 花1.9億 然後伴手禮2.5萬 然後住這樣六星期的 這個地方讓好朋友住 然後你還主動通知 我們媒體說 你辦了一個這樣子的婚禮 這個跟你說要低調 好像大香進庭吧 有錢人想的 跟我們不一樣嘛 好 那有沒有可能 他家人去是因為擔心 何家人都在一起 賭王的光環 會找來比較 不可預測的危險呢 你get到重點了 沒錯 全家人都去 要是他們家出現了 什麼樣的人生安危 怎麼辦 所以有時候有錢人 不會讓全家人 都在一個禮巡同時出現 為什麼 因為新娘子超連就講 他說我爸何鴻燊 在澳門就被暗殺過三次 什麼原因 大家都知道他的爸爸 是澳門的賭王 當時從香港到澳門去發展 開了普京酒店 你知道嗎 他當時在根據訪問的時候 他回憶 他說我爸那一天 每一天都必須要有好多的保鏢 跟進跟出 必須在包括你要出的門口 坐的電梯 所有要走過路的動線 都要有保鏢 為什麼 因為當時何鴻燊在澳門拿下了新賭牌的經營權 舊賭牌的人心有不甘 一直很想給他爸爸好看 所以他爸爸才會被暗殺過三次 好 大家一定想聽聽 那他爸爸這樣的一個富豪 何鴻燊賭王 他的傳奇是什麼 其實何鴻燊他小時候就是含著金湯池出世 你看他在1921年出生 可是他爸爸當時就是一個很有錢的貿易商 一出生他爸爸何世光 他何鴻燊小時候好可愛 他的爸爸就說 他其實是第九個小孩 但是他爸有錢 喜貨靈兒 爸爸一讓你一出生就送你一個好禮物 送他一個別鐘 送他一棟別鐘 而且那個別鐘就直接用他的英文名字取名叫Stanley OK 你就知道他多有錢 可是好景不常在他13歲的時候 那時候他爸爸的貿易公司呢 因為經濟這個蕭條的關係破產 破產之後他爸就逃往越南 何鴻燊回憶 那時候他家裡窮啊 有多窮 窮到他說他手上啊 那個鈔票都是很爛的 爛到有一次他坐公車 因為鈔票太爛 結果被人家懷疑說 小弟弟 你這個車姿是假鈔嗎 爛到被巫人是假鈔 對 那有時候我們講啊 這個 你又窮 然後你還被人家懷疑是小偷 對 想要搭這個霸王車 他說那時候心裡很受傷 更受傷的一次是 你不要看他那麼帥 他小時候一口爛牙 他有綽號爛牙生啊 他都樹牙怎麼辦 拔嘛 補嘛 他去找牙醫 結果牙醫就看到他就說 唉唷 你這個也露什麼牙齒啊 沒錢的小孩補什麼牙啦 通通拔掉算了 走開走開 連窮人家連補牙的權利都沒有 對 那他就更受傷了 在這樣受傷的情況下 你會怎樣 發奮圖牆 對 好 我跟各位講 他當時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香港很亂 所以他就跑到澳門去 他到澳門去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澳門還算 還算就是沒有那麼戰火 這樣子一個襲擊 他就在澳門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日本人所開設的貿易公司 那個日本人開設的貿易公司 在做什麼呢 就是做就是說 我把澳門 香港這邊 能用的東西送到國外去 然後跟國外換一些 民生必須品回來 那是不是要開船 對 是不是要拿現金 是 是不是要拿很多貴重的東西 去給外國人 對 好 他就負責那個押船的工作 哇 好危險喔 而且你必須要學什麼 澳門是葡萄牙殖民地 你要學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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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學日本人公司 越野老闆是日本人 日語 對 結果呢 有一次他就押船 你看 這個是一個 當時跑船是示意畫面 他押船喔 結果他那次身上帶了 三十萬多萬現金 那是一個巨款啊 結果必遇到什麼 海盜 因為那個時候 不是我說的嘛 戰亂嘛 所以海盜橫行 所以海盜後來就 劫持他們的船拿著槍 對著他們船上所有的船員 包括押船的何鴻燊 何鴻燊其實那時候就是 等於說是幹部啦 就是說 我要你們的錢 我要你們的貨 我要你們的命 你知道那時候何鴻燊心裡想 讓我們不是都是 葬身異鄉了嗎 可是他當時心裡想 我不能死啊 我這次來就是要發奮圖牆的 結果就趁海盜不注意 內鬥的內亂的時候起 內洪的時候 他就躲下了船 然後直接趕快開船逃跑 回到了澳門之後 他的老闆日本人 說厲害 天理逃生 對對對 厲害 好 後來就看在何鴻燊 長得又帥 能力又強 然後又屢創佳績 給了他分紅100萬港幣 當時他22歲 少數港澳中有百萬港幣資產的年輕人 好 拿到這第一桶金怎麼辦 當然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大 他就決定自立蒙古 在1943年跟1947年 他分別做了什麼 那時候年代要做什麼會賺錢 能源 所以他就做水 火 電 煤油公司叫澳門水火 然後他又辦列油廠 提供電給電燈公司 但你做這些就觸犯了一個Mega 這都是很多油水的產業 很好賺的產業 你等於是擋了人家的財路 當地的士生 或者是他們的在地 好 那怎麼辦 那些人就說要給何鴻燊死 要娶他性命 何鴻燊就狼狽的離開了澳門 他離開澳門之後 他離開是對的 因為他帶了那一百萬的低桶金 回到香港 香港那時候不是戰後 剛好要開始萬百屋百頁蕭條要復甦嗎 他入主房地產 房地產賺大錢 就他那時候房地產除非猛進的發展 好 他賺了錢一百萬港幣越滾越多 後來呢 他決定要重返澳門 因為他要穴齒 1961年他聯手了香港傳王霍英東 要穴什麼齒 當初那些地方士生那些人 有很多都是在地 其中在地他們擁有了 澳門博彩業的獨家獨台 那個人叫傅老榮跟高可寧兩家族 共有澳門博彩執照24年專利權 被他們擁貫就對了 他說 因為什麼都是你們傅老榮跟高可寧家族 我就是要當時的總督讓我們重新標 可以讓這個賭博 博役業 才不會一直這樣子 等於說沒有改草換代 他拿得下來嗎 結果他缺錢 他就去賭運工借 賭運工說好 我借你 結果他最後在招標的那一天 竟然只比傅老榮跟高可寧 多一萬七千元的權利金標價 他拿掉了 好厲害 算得又準對不對 傅老榮很不甘心 他就放話又來了 又有人要娶何鴻燊姓密了 他說 何鴻燊得到博彩專利的那一天 就是澳門的末日 你看傅老榮 高可寧 這個地方在地的 這個我們講的士生 他們開出了對何鴻燊的八大威脅 何鴻燊這個人 他 你狂 我比你更狂 我沒在怕的 我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首先誰想殺我 殺我的人在48小時之後 我也會買兇殺他 我留下一書 誰殺我 我就叫人去殺殺我的人 我給他一百萬 像誰敢殺他 我殺了你我就會被殺 好 第二個 什麼 你要投手榴彈是不是 沒關係 你投手榴彈炸我 我也投手榴彈炸你 再來 乞丐每天坐在賭場門口 沒關係 你花錢叫他們來 我花錢叫他們走 所以後來他的賭場 還是風風光光正式勘章 順風順水的普京酒店 最後我想講一件事情 樹大必遭風 有錢必引來別人的寄餘 還記得當時有個賊王 叫做張子強嗎 張子強曾經綁架了 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兒子李哲聚 得到了10億港幣 得到了甜頭 他那時候看何鴻燊這麼有錢 他決定要綁架何鴻燊 你要綁我 你知道何鴻燊放什麼話嗎 你要綁我是不是 我告訴你 你張子強的一舉一動 都在我眼皮底下 是你要小心 是我要小心 聽到這邊你會發現何鴻燊 你知道他這一輩子 贈得了多少的財產嗎 七百億港幣 七百億港幣折二台幣 大約差不多就是 兩千多億 可是很多人對於他的 這樣的一個財富的累積 認為他是個枭雄 因為何鴻燊做的 畢竟是博弈博彩業 博弈博彩業往往有時候 會讓很多的賭客 傾家蕩產 這也就是為什麼 何鴻燊的一生褒貶不一 很多人對他最大的爭議 就在於何鴻燊其實當時 在跟霍英東聯手拿下 新賭牌的這一段過程 霍英東後來是否認的 他說我只是寄錢給你 我從來都沒有